三军将官近任不达售街典礼登场了 110年上半年一共30个人晋升 分别有5个中将跟25个少将 而且有这样的传言 说负责副总统赖清的贴身安全的谢敬华 他的体能测验并没有过 最后是用舰走代替跑步 由上校晋升到少将 面对特例演绎这样的传闻 他今天首度面对镜头成情 积极握拳跟赖赋那边 等于是有一些人帮忙游走的这些部分 那对于这个部分 那更是莫须有的 他个人在特勤已经工作了 今年是第31年 在这期间都遵从着 这个长官的教诲跟指导 然后就让同事们的支持跟努力 大家片手之足一起在为特勤的精进 在做努力 日前引发受量争议的谢敬华 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 将官晋任典礼由国防部长 颜德发主持总统蔡英文训勉 总统向晋任将官都交付了两大任务 第一就是持续精进本职学能 面对国际局势的变化跟科技发展 要持续进修吸收新的资讯 不断强化国军战力 第二当然是要持续培养更优秀的人才 最后中文字我讲迹 各位